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啊全台各地都是艳阳高照 而且呢逐步回暖的好天气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未来这一周啊 因为整个大环境是属于比较偏干的 水气偏少 所以各地都是持续像今天一样晴朗稳定 而且温度会逐步回升的好天气 建议大家呢就不妨趁着这样子的好天气 多多的外出走走晒晒阳光咯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呢在礼拜一就是24节气中的 精植这个节气了 其实啊这个节气是相当生动的一个节气哦 因为呢它的字面上的意思啊 就是呢现在因为整个气候呢 在最近这段时间开始在回暖当中了 所以很容易呢会有一些封面云烯产生啊 或者是一些对流发展 导致呢会有打雷的现象哦 所以呢这样子天雷鸣动的情况呢 折服在地面地底下的这个虫兽呢 就会被春雷给惊醒哦 而且呢最近这段时间啊 也是春暖花开 桃李真宴哦 所以就顾名是精植这个节气了 好那么最近呢很可惜的是啊 因为呢这个大环境是比较偏干的 所以要看到像金哲这样子啊 有春雷的情况发生 红帕贼在等等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哦 可以看到在最近呢大环境是属于比较偏干的 所以虽然说呢今天是东北季风的影响 但是啊 其实各地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好天气 而且呢预计接下来这一周呢 都是这样子水期偏少的大环境 所以呢要下雨呢 恐怕贼在等等了 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要持续的节约用水了 今年呢目前从气候上面预报来看哦 整个春天的降雨呢 有机会是比较偏少的 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开始节约用水了 进入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 我刚刚讲到了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一周呢 都是比较偏干的环境 所以呢降雨的情况都不明显哦 只有在山区一些零星的短暂这雨而已 好天气也建议大家哦 可以把一些厚重的冬天的衣服 或者是厚重的冬背 拿出来洗一洗跟晒一下 有些可以开始慢慢的收起来了 这个礼拜是一个不错的晒洗衣物的好天气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呢 也是持续的往回升哦 可以看到接下来这一周呢 北部地区的高温逐渐回升到23度到25度左右 相当舒适 那么低温的部分呢 还是维持在15度左右啊 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的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其实也是这样子哦 日夜温差大 中午的高温24度到25度左右 不过清晨跟夜间的低温呢 还是有机会降到17度以下的 东半部地区也是 所以整体来说 在接下来这一周呢 好天气 不过日夜温差蛮大的 建议大家衣服的部分就以洋葱式的穿着法 中午的时候穿着保长袖 不过早晚还是要记得搭配一件 保暖的外套哦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各地都是好天气哦 不过呢 在好天气的情况之下啊 在中南部地区因为是位在东北风的下风处 所以污染物呢 稍有累计的状况哦 有机会达到对敏感族群 不健康的橘色提醒等级 也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外处要记得做好呼吸防护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